相信勇敢不是不会害怕 而是就算害怕也依然的向前行 王瞳医生黑白洋装现身公益活动 去年和同聚演员马俊玲 加戏争作爆发不伦练 马王最终爽爽斗欠 历经波折后王瞳一切重新开始 新的一年嘛 就是已经新的下半年开始 我觉得应该要跨出不一样的一大步 但先前深陷小三风波 王瞳马俊玲事业一落千丈 两人一度被冰冻 甚至马俊玲后来演出民事八点档 但演了三个月反映不好落寞被消失 月初则传出没戏拍近十个月的王瞳 确定加入这出戏 明显弃马宝王 不知道会不会有没有同台 可能因为我们都是演员嘛 都是听公司安排 我也是临时被收到通知 其实我连角色要演什么都还没有很了解 但重新演出八点档 王瞳事业好转 过去曾因为不倫恋一事与艾成分售 但日前平面媒体也报道 艾成不死心力求负荷 曾在办单身证明啦 就是目前还没有因为 应该说事情到哪里就做到哪里 就目前我就工作还蛮多的 那如果有好消息是真的会跟大家说的 与艾成现在关系如何 王瞳态度保留 其实一直都是太多事情了 你看他之前被鬼附差点死掉 我也是陪在他身边嘛 我们已经比家人还要家人的感觉 因为马王烈 王瞳重重摔了一跤 失业后爆手一圈 如今可以回归演戏 王瞳开心 能做自己最喜欢的工作 节奏好报道